將整套床單通通換新 房務人員要在最短的時間內 將民眾退房後的房間 通通打掃整理乾淨 以後觀光復書 但國內旅宿業缺工的問題 還是沒有解決 年代導致業者供應量能不足 房價上漲 現在傳出行政院計畫 開放旅宿業聘雇外籍移工 勞動部也希望說 能維持國內的穩定就業 比如說他認為中高齡的這個市場 是不是也可以考慮 我想這部分我們就 也跟勞動部討論以後 再做最後的確認 根據觀光署統計 目前旅宿缺工約八千人 其中房務清潔缺五千五百元 有業者說 即使把薪水從過去的 兩萬七千到兩萬八千元 調整為現在的至少三萬元起薪 再外加獎金 但國內的年輕人 以及中高齡者 還是不願意當房務人員 因為部分新奇飯店 一名房務員平均每天 要清潔十三間房 讓多數應徵者卻步 現在若有多的人力 能夠運用 當然樂觀啟程 補進來我覺得對於這個人力的填補 會有相當大的注意 房務人員 現在普遍薪資待遇都已經提高了 比較重要的還是在於工作定義的內容 然後培育的這個過程 不過學者認為 旅宿業招募不到員工最大的癥結點 還是在於低薪 你要其他行業在缺工 也在加薪啊 你提到待遇以後 還是沒有競爭優勢 過去一個不少人工 可能只要鋪十張床 像可能要被鋪到十五張床 這時候重手給你調軍 調個兩成 基本上那個還是沒辦法彌補 工作負荷增加的 這樣的一個代價 觀光署表示 針對旅宿業開放移工 已經提出初步方案 但要由勞動部來做確認 包含開放人數 開放職缺 就業年限等 也要兼顧不排擠本地就業 將持續蒐集各界所提供的專業意見 做進一步討論 原新聞綜合報導